美国总统拜登说 如果大陆武力犯台 他愿意动用武力来捍卫台湾 可是拜登话一出 马上被白宫打脸 台海若发生战争 拜登说会军事介入捍卫台湾 这是不是代表美国保证为台湾出兵 但白宫却强调 一中政策不变 拜登的话到底能不能信 专家更分析 连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合作架构 都把台湾给挡在门外 连经济联盟都不愿意 凭什么相信美国人会帮你送命 加入WHA做观察会 你都不做 那你跟我们讲说 将来你要派兵来保卫台湾 很难让我们相信 印太经济什么同盟 美国跟我们的双边的贸易 BTA 美国先帮我们这个先加入 是很快可以做到 你都做不到 我都很想问蔡英文政府 我们乃猪吃了 军火买了 预算过了 美国赤裸裸的对台湾展现真情 告诉台湾进不了 IPEF 如今真心换绝情 如果美国要帮台湾 武力都愿意出了 那单纯的 像BTA FTA TIFA 甚至连你们自己主导的 印太经济架构 为什么都要排除台湾呢 这里头东南亚13个国家 日本韩国 印尼 印度都在里头 已经东南亚已经没有几个国家 没有就剩下大陆跟台湾了 今天当美国连经济联盟 都不敢支持你的话 我们请教董哥 我们能够相信美国会为台湾而战 为台湾而死吗 当然美国是不可信 全世界都知道 那只有蔡英文政府 因为美国曾经帮他选举嘛 去年的选举 大家可以看到美国这么挺蔡英文 前年的选举 那挺到最后 他打败了韩国瑜 所以所有东西都要开始回馈了嘛 那人家说 说美国我们对他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吃了美国的猪 说我们就可以加入国际组织了 结果有没有 没有 我们台湾还自己垮垮而谈 我们是扮老虎吃猪 吃猪肉 我们并不是扮猪吃老虎 那你看到了美国所有讲的这些话 好像拜登讲一句话 我们就要敲锣打鼓 拜登当国会议员的时候 讲过一句最有用的话 美国绝对不会为台湾出兵 各位朋友可以去查 所以前一阵子说 美国要卖武器 自走炮不卖给我们 有记者问我 我说美国最大的自走炮就是拜登 他每次讲话就被白宫否认 要讲一讲 然后就不晓得怎么办了 我们看到其实情况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台湾不用用这个自拍 就像刚刚赵沙芳所讲的 我们现在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那你有帮什么忙吗 没有 加不进去 人家马航有时代都可以进去 你为什么不能进去 对不对 我们台湾在自己岛内里面 靠什么 靠网金 靠这些利盈的媒体 在那边烘托嘛 我们那时候网金做什么事情 我们网金发起要罢免 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塞 他以为说可以像罢免韩国瑜 这样就把他罢免 用台湾一起之力 然后还骂人家什么 很种族歧视的语言 对不对 我都不能在这里讲 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蔡英文是四金统帅 陆海空加网金 在台湾可以用的如火纯青 你到国际社会是一个笑话 所以你今天看美国 美国就吃定你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跟中俄大陆关系搞坏 你就只能报我 那你所有东西 我就对你以起以求 我叫你干嘛你就干嘛 可是最后你要东西 我通通不给你 这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所以我们在国际 每天就看到蔡政府的大内线 可是实际上对台湾毫无用途 那我们真正的对台湾来讲的 我们很需要的 现在是防疫 也没看到蔡英文的影子 所以今天台湾自己要想一想看 我们还一直要当美国的棋子 然后就像过去李敖手讲的 当人家看门口还要自备狗粮 的确是这样啊 所以今天台湾人自己要想一想 什么印太的什么四方会谈 或者什么经济架构什么 这些都没有台湾的混 我们过去为美国付出了这些东西 到底有什么回报 通通没有嘛 这就是美国的态度 大家都很清楚了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休息一下